謝謝主席 首先我要很謝謝主席 今天排這個有關於家庭暴力防治法 這個草案的整個報告跟巡答 因為這個法呢 事實上很多民間團體 大家也都在關心 那也希望說它修正 可以盡快的通過這樣的法 給我們這些廣大的台灣這些家庭 就是更好的保護跟保障 那首先是不是我們可以請我們衛福部 我們曾正次 王源好 次長好 次長 我想首先本席還是要肯定 這一次我們中央政府 願意率先來提整個家暴法的修正案 那其實包括民間團體 還有本席 大家其實也都非常的關心 這一次的整個修法的方向 那首先呢 我要問一下次長 就是說這一次的修法 其實本席最重視的就是目睹而哨的這一塊 過去我們從只是看到問題 但是我們並沒有立法 把它納為整個家暴法的一個保護對象 然後納為一個通報對象 然後提供後續的資源 當然我知道現行其實有少數的現市 他們已經有開始在提供這樣的服務 但是並不全面 所以本席看到的你們現在的服務量 就是以102年來講的話 一萬六千多件的服務量 這樣的一個服務量 市長你覺得是不是低估了 我們實質上發生的案件數是不是遠超過這樣子的一個數字 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個部分可能各個地方政府在實際執行的時候 它可能是依法令的一個規定 那也有可能如委員所提的 對於青少年兒少目睹的這個部分 有時候他會不太注意 但是這個部分我們都利用各種場合來提醒他們 有關啊 所以本席是覺得一定還有黑數的存在 那現在我們整個立法的方向 就是要正式把它納為我們政府要去優先實施的 就是保護的一環 本席要問的就是說第一個 我們在人力方面準備好了嗎 我們有沒有預估這樣子的一個目睹而上的通報量進來之後 我們的人力到底夠不夠 因為民間團體的估算 它累積下來 他們估算現在全台將近應該是19萬的數字 他們依家庭暴力數來推估 他們推估的是19萬 那這個數字有沒有太高或是太低 或是你們覺得差不多 那如果按照是十幾萬的個案數來看的話 我們要怎麼樣來服務這一些目睹的而上 我們後面的資源夠嗎 第一個是人力的問題 第二個是預算夠不夠的問題 我想前面有委員提到 就是說我們的利益是良善 整個家暴法我們是擴大保護對象了 那擴大服務範圍之後 事實上它衍生出來的有人的問題 也有預算的問題 這個部分我們有想清楚嗎 就是立法這個方向非常好 但是配套也一定要跟上才行 我不曉得這個衛福部本身 考慮過這個問題了沒 這個部分我們是有邀我們地方政府 實際執行的一個各家暴中心 來商量這個問題 打算怎麼做呢 因為他們也提到就是說 假如說把這些兒少目睹 家暴的一個部分納進來的話 那當然它的業務量一定會增加 這是一定的 那第二個我們的一個現有的一個資源 那勢必要做一些一個調整 所以當時候我們在協商我們自己 草案的一個時候 所以我們就是把它加進來的是 有關特定的一個家庭成員的一個部分 那這個 指的是什麼 這一個就是有包括 含目睹啊 兒少的家暴案件的這些兒少的一個部分 就含在那裡頭 那我們只是用的範圍變成是 特定的一個家庭成員的部分 對 那量的部分你們預估會增加多少量 市長也可以幫忙回答 市長可以 跟委員說明 原則上還是回到專業評估 也就是說不必然 所有的目睹家庭暴力的兒少 他都需要做被服務 了解 但是我覺得作為中央主管機關 應該要去預估這個法的通過實施之後 它可能會帶來的衝擊跟影響 就是說你們心裡應該有個底 可能它會增加的量 即使你是用比較嚴謹的一個審查評估之後 預估可能會增加量有多少 我要預備的人力有多少 我可能需要增加的資源有多少 我覺得作為中央主管機關 在這個部分應該是要先規劃好的 的確會排擠 那我們以親密關係暴力來說 一年大概六萬多件 那如果以目前的孩子數 應該是在1.5左右 那這樣的一個量 包括保護令的核發 可能都會受影響跟時效 以及後續的社工人力 還有在資源的重新分配上 的確會受影響 對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就是要及早準備 那你們的錢從哪裡來 就是說 在這樣子的一個衝擊底下 因為委員有提出來是基金的概念 那你們怎麼樣 就是說修這樣的法 會擴大你們的服務量之後 你的預算要從哪裡來 就是我們的主計處 今天那個主計單位的代表 是哪一位 專門委員 蘇專門委員 可能要麻煩你回答一下 就是說今天我們修的是 家庭暴力防治法 那這當中本期已經看出來了 未來至少目睹兒少這個部分 按量一定會增加 預算也會增加 而這個是將來如果立法院我們通過的 它是一個法定的我們要執行的項目 那主計處你要怎麼樣來因應 如果中央主管理機關 我們衛福部提出它的預算 你們都會 就是想辦法幫他們找裁員嗎 在不設計的情況底下 你們有辦法幫忙找裁員嗎 當然這個預算委員則上 是以現在目前我們 我們是會給那個 那個衛福部一個額度 當然這個額度的話 如果說這個 把這個修法過的話 當然會 衛福部應該會把它排在那個最優先的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 就會從他們現有裁員先去 把它編除預算 但這個法本期看到 是因為我們的社會問題惡化 案件增加 它才需要增加它的預算來因應 但是你主計處給它的 整個我們的經費預算 如果你沒有辦法再向上調 那它等於是挖東牆補西牆 這樣能達到什麼樣的效果呢 它可會排擠掉原來它其他的業務 那我們通過這樣的法有什麼意義 我想這個 這個就是面 目前我們政府面臨的困境 所以我們現在財政部 跟我們總處才會提出一個財政健全方案 希望在財政方面就是能夠 能夠比較 抽頭比較多的那個經費 但這個部分本期任務 主計處應該要通盤的檢討 事實上在各部會的預算裡面 你要仔細去看到 它哪一些增加的部分 它實質上是為了解決社會問題 而且是當今嚴重的社會問題而產生的 而哪一些的預算它可能是在行政方面的支出 它相對可以節省下來的 不能是一體適用 本期很反對這樣子的一個適用原則 因為這樣子執行下來的話 反而有一些該做的事情做不到 那有一些呢它可能本來有一點點浪費情況的 它又沒有辦法去縮減它的開支 所以本期希望這個部分喔 我們主計總處喔 要好好的回去研議喔 特別是這種要回應社會問題的 你們應該要全力支持好不好 好 好 先請回 好 還有時間嗎 時間到了是不是 還有兩分鐘 好 那接下來呢 我要再問一下喔 就是說 剛剛其實司長提到 現行的這一些耳家暴的問題 很多是親密關係引發的喔 大概有六成喔 那這個部分我不曉得在前端的防治 我們可以怎麼做 事實上我們現在都在做後端 就是說事情發生之後 我們不斷的去動射公園 然後用很多的資源 然後來解決這樣的問題 但是在前端 從親密關係這邊引發的這種暴力的問題 有沒有可能你們再去會同 像教育部這樣的單位 我們怎麼樣在更前端 其實可以給更好的一個防治跟教育的 這個部分你們有沒有再推 是 在前三年我們開始也發現 他有一個年齡 這個年輕就是親密關係暴力 年輕化的趨勢 對 因此我們有一個方案 也到全國的各大專院校 去做親密關係的這個暴力的一個宣導 那這個部分 在這一次的三八婦女節 我們在相關的研討裡面 也做成建議希望教育部這個部分 能夠繼續來加強 對 本席覺得這件事情 不只是衛福部的事情 前端的教育工作恐怕也很重要 因為現在年輕人呢 他可能在情感方面的處理 或情緒方面的處理 不見得是很成熟的 他可能需要有人有一些適當的方式 去教育他或者是引導他 讓他知道怎麼用一個合理的恰當的方式 去處理兩性之間這樣子的議題 所以關於這一種衝突 或者是暴力的親密關係之間衍生的問題 我覺得在前端的防治 其實也非常的重要 這部分我希望說 我們衛福部這邊會同教育部 可以有更多的落實的工作 好不好 那另外一個呢 也是民間團體一直在強調 希望這次修法可以擴大的 就是說我們現在對於親密關係的定義 就是比較會用形式上面 是不是有同居 我們來做一個界定 但是呢 民間團體的主張是很希望說 可以擴大去界定 只要他穩定的這個交往關係 其實就可以 我不曉得豬萬機關的意見怎麼樣 你們剛剛在報告裡面並沒有提到 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在報告裡頭 就提到這個部分 還要再審慎 因為會涉及到 有一些樣態的一個認定的一個問題 那怕執行上 會有一些不容易執行的部分 好 這個部分呢 本席希望說我們可以好好再來研議 因為民間有那麼大的一個訴求 我想有它的道理在 是不是大家可以來做一個充分的溝通 那看未來怎麼樣的因應 是我們現階段做得到的 大家一起再來共同討論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我們接著請江慧珍